這個地方已經是一個殘養的大便 是一個感情 但是因為愛心的累積 黃天鳴在電視台擔任主持人超過十年 現在改做直播節目 過去電視上觀眾朋友都習慣叫他 大愛台的阿明 如果說我每天都要大愛台看到你 我就知道他這陣子都沒看大愛台 因為我現在都做臉書直播 主持人阿明以往出現在電視機銀光幕前 現在透過網路傳輸 可能出現在您的手機 電腦或是平板 除了走到哪裡 看到哪裡 這時候主持人不只是主持人 還要能夠及時互動 與線上觀眾沒有距離 我就跟著你就好了 你從那院長把他拉 5 4 3 2 1 我現在面對的是我不知道他來自四面八方 他可能在澳洲 可能在紐西蘭 可能在馬來西亞 新加坡 美國 包含台灣本土的地方 大愛無國界 網路傳世界 是沒有宗教語言信仰的隔閡 而在電視台裡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節目棚 新聞棚的錄製播出 觀眾朋友最後是透過剪輯後製之後 在電視收看播出 因此事前準備相對複雜 前製 然後細心的錄製 然後再加上後製剪輯 他就可以永遠流傳下去 以這個烹飪節目來說 從錄製到播出 幕後需要的工作人員 從攝影師 場際 燈光到導播等等 前後加起來至少要20個人 這個要上去的咧 要上去了嗎 不一定 要看那個他的料理的難易度啊 因為他如果說他煮的菜很複雜 他準備的實在就很多 而直播節目工作人員只有四位 攝影師兼製作人 主持人 燈光兼音控以及小編 手機就是打開你直播就是直播 他不用去設定什麼的 至於器材也只要一支手機與收音設備 這是手機直播的 這是手機直播在用的 不像我們的攝影師的麥克風 就那麼大一個 四人小索直播團隊就屬他最神秘 經常是躲在直播現場最不起眼的地方 幾乎不露臉 但卻是最常與觀眾及時互動 小編他比較像是另外一個社會大眾的縮影吧 就是其實小編就就像一般的普羅大眾一樣 其實他們說的話我覺得都是要貼近大家的說話方式 而不是只是講你想要讓大家知道的東西 小編這個職業因應直播市場所需 成為時下最夯的流行工作 而現在各大電視台也紛紛成立新媒體中心 開發與製作網路直播節目 證明了傳統媒體正受到新媒體的衝擊 必須做出改變 任何媒體都是媒體 他只是改變了他傳輸的方式 改變了他展演的平台 最重要的還是我們展演的內容 網路直播有沒有可能取代傳統媒體 各界看法不一 事實上這個答案也還沒有人知道 不過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的教授 蘇恆研究發現台灣有八成以上的網友 都在用社群媒體 有七成表示重要訊息來自網路 但其中有五成的網友 在網路上取得新聞資訊 還是來自傳統媒體 新媒體已經是他們使用的 最重要的媒體的來源 而且傳統媒體好像感覺上 已經很難回頭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可是他們上新媒體要看什麼 他們還是有看那個有可信度的 或者他們口碑好的 蘇恆強調傳統媒體最大優勢 是品牌與可信度 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各有優缺點 新媒體強調即時互動 而傳統媒體有深度與精緻化 無法論斷好壞 但不論媒體形勢如何轉變 最重要的還是在訊息內容本身 要傳達的意義與價值